我们一起爱家515家庭享幸福 一起来大大按个赞啦 爱家515家庭享幸福 彰化县112年度国际家庭日11日在县府举行 县长王惠美与教育处长蔡金田及与会来宾 一起进行爱家5道学习行动拼图启动仪式 邀请大家一起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希望透过家庭教育 透过我们家庭的一个力量 一起让孩子们能够正向的发展 让我们整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热 这非常重要 特别是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 当科技越来越进步的话 那这个人心这个东西就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希望透过家庭教育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整个孩子们表现更有益 让家庭能够更幸福 让整个社会能够更祥和更进步 彰化县政府为了响应5月15日国际家庭日 特别举办乐在家庭与爱同行活动 邀请愿意为家庭幸福学习的夫妻 情侣朋友及社区民众 一起来闯关同乐 期望透过参与趣味闯关 促进共同体验与交流 增进家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动 其实不时都在拥抱 我觉得更提醒我们说 这种动作要继续再做下去这样子 持之以恒 不要懈怠 对 这是这家庭经营的模式 就是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累积 一天一天的存 存起来之间的爱 然后这个存者才会越存越多 感谢彰化县政府今天办理这个活动 让每个家庭可以从在这里学习 整个这个家庭和谐的状况 让我们每个家庭未来更和谐 然后更幸福 爱家515家庭想幸福国际家庭日活动 引导大家用自己的眼手心耳口 让家庭更加和乐 活动也透过家庭教育中心志工 以家庭教育行动剧演出 传达日常生活中实践舞蹈动作 鼓励大家做到家人 彼此之间无距离 提升婚姻亲子等家人关系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采访报导 鼓励我们认为珍匠有点栋态哦 谢谢您的关系